《大愛人物誌》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誌》 我是阿民 今天要來說一個因禍得福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叫做陳小巧 小巧師姐在哪裡?在這裡 這是他們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小巧師姐在十一年前 從福建漳州跨海駕 到了寶島台灣高雄的那馬夏 成為了原住民媳婦 就在她入境隨俗日子 一天一天的安定下來 孩子一個一個出生之後 哪知道四年前 他們家成為了 巴巴莫拉克風災的受災戶 不過也因為這個因緣 讓他踏入了慈濟這個大家庭 也讓他自己的生命更加的發光發熱 想知道這位新住民如何 應獲得福 知福惜福再造福嗎? 我們來看陳小巧師姐的人生故事 這個夜晚居住在高雄市山林慈濟大愛園區裡的陳小巧 結束了一整天繁忙工作後 仍得繼續操持著家裡的種種大小事 也許從外表看不出來 他可是一個遠渡台灣海峽 駕到那馬夏原住民部落的新住民 你就可以 這樣 這個是他要 洗腎 洗腎要準備 明天要洗腎 他現在就有定時的 不定時的要幫他那個 樂膚 其實我們大陸的應該跟這邊的習慣是差不多 久不離時 只是來到這邊有一些東西會去瞭解原住民的東西 如果有活動我就會穿原住民的衣服 我有訂了一套原住民的衣服 我也有原住民的名字 我叫Bunny 所以我一嫁過來的時候 我們阿姨就說 你是我們原住民的媳婦 你就要有原住民的名字 姐姐妳會講原住民的話嗎 會 會一點點 比較簡單 比如像老人家要坐椅子 就BARUSU 這個就是BARUSU BARUSU 然後要喝東西沒有杯子 我就要拿杯子給他 就告訴他 GUBU GUBU 他這個是選2啦 選芒果啦 講芒果啦 小孩子都選對 我們要喝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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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丈夫的耐心教導 還是她自己主動參與傳統活動 小巧積極地融入部落裡的生活 因為她知道 這裡是她未來一輩子的家 再多的付出 一點也不奇怪 明天去工作嗎 對 去哪裡 有的這個附近 明天可以啦 可以喔 明天做什麼的 5點50分到我那邊喔 5點50分喔 不是 6點10分 對嘛 那麼早 好 謝謝啊 我們小孩子今天帶了很多禮物回來 很多的寶貝 像這個也是喔 這也是我們家老大帶回來的 他們學校那個做的那個 這是利用環保的東西 做的一個筆筒 可以放東西 放雜物的 這個 他們的成績 我覺得滿驕傲的 剛剛你問我說 要不要陪孩子 其實我都把它交給老師 現在平安溫暖的笑容 是2009年遭逢莫拉克風災 毀滅家園的小巧一家 最簡單 卻也奢求的願望 如今 在山林慈激大愛園區裡 這一切都得以實現了 遭受病苦折磨的丈夫 因為身體狀況 無法外出工作 為了維護這份平凡的幸福 一切的承擔與重任 便落在小巧的肩膀上 現在要去工作了 休息一個禮拜了 有機會就要趕快去工作 可以省一點 然後未來要為小孩子鋪路 也是要可以有錢賺就是盡量 媽妹妹 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一人一個嗎 今天第一天來工作 這個帶的工作 是嗎 對啊 那天我們去八王國 我也是第一次啊 你沒聽我跟阿國講說 不好意思 我沒有做過這個 有辦法 老闆 像這樣子 小的這個 也要給他拿掉嗎 那個不要拿 那個不管他 那要留著 當初過來不會很不習慣嗎 剛剛過來一定會 一定會 但是還好 我公公跟老公都還是滿 一直很努力帶我融入生活 所以還OK啦 還好大家都對我不錯啦 雖然說都叫大陸妹妹 可是對我還都不錯啦 對不對 可是你比較好 你很好相信 又很好講國語 講台語 對啊 以後等我先生 如果身體好一點 我是有打算說 今年看他的身體狀況好一點 我還是會去做那固定穩的工作 以前讓他嫁過來是先生之稱啦 現在就是輪到我 我來挑就好了 要擺脫生命中的困惡 影響陽光般的新生活 除了天柱 人柱之外 也得自助 對一路從大陸福建 嫁到台灣 高雄 納馬夏 再從納馬夏 來到山林的小橋而言 這一路的遷徙顛簸 不算什麼 因為他明白 仰著頭 朝樂觀 正向的方向望去 人生總是會有好事 在那個地方等著他 因緣真的不可思議 你看一位大陸福建 張州的姑娘 就這麼來到了寶島台灣 也因為這樣子 跟慈濟結上了緣 今天小巧師姐 她說她很有福報 因為有兩位她生命中 如媽媽如姐姐般 陪伴她做慈濟的人都來了 一位是她的母親 李碧涵師姐 感恩 另外一位是一路 藉著她長大 人文真善美志工 我們筆根的文治師姐 王明星師姐 來 聽說你還沒來台灣之前 對於台灣是充滿的憧憬 對呀 台灣是很多民間的傳說 很多天上的神下來 化身為水為山的寶島 很厲害 對呀 你以前如果說有機會要來台灣 你想要去什麼所在街頭 我要去阿里山 還有去日夜潭 還有去印尼峰 那我再問你喔 這些地方你曾經嚮往過 想要去來台灣這麼多年 11年了嗎 這所在去過嗎 沒有 沒關係 沒關係 上人說新地風光最美麗 為什麼他也沒辦法去那麼多地方 11年也不算短的日子 就是遇到了很多的波折 對嗎 聽說去頭 從台大坐飛機來到高雄路 飛機後 讓你們的朋友 載回去到山頂 問問 因為我是坐晚班的飛機下來的 所以回家的時候已經是11、2點 到家已經是快天亮了 這樣喔 對 眼睛天開天一天看 第一個感覺怎麼樣 山很漂亮 空氣很好 那真棒耶 哪知道 這個天災無情 慈濟遊 這樣游來游去 風吹 山崩 地裂 八八風災 聽說讓你嚇了一跳 我們是連滾帶爬的逃去避難的 你以前到納馬縣來到了嗎 我們在一村 我們要逃到二村的那個教會那個平原去避難 因為我們的後山在落石 所以八八風災之後 你們二十幾號來到了避難所這個軍營裡面 我們先是到那個奇山的那個大陵教會 那時候是臨時居住 是 後來就整批安排到營區 那在那裡就看到了慈濟人 對 這是你這輩子第一次看到慈濟人嗎 對 我們9月3號 9月3號從醫院出來就被第二次安置在人美營區 然後就慈濟師兄師姐都會去關懷 那時候碧涵師姐應該就第一次看到就是五年了 對 你有沒有聽她說苦 抱怨 說問題 問題 怎麼會遇到這種事 你有沒有聽話說 她從來都不會 所以這一點讓我非常佩服就是 因為下來沒多久 那時候後來有就是八八零功 就是一天八百塊 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她有三年了 所以先生在做 那先生做沒有兩天就生病了 對 後來換她去做 有一次讓我去我感動到 我真的要哭出來 那一次去她去上工了 然後她先生 她說出去買洗澳房買油了 所以就是三個小孩 那老大去上幼稚園 那老三因為剛起來 起來的時候老大去幫她打烏烏 然後我就想說牛奶喔 燙 燙嘛 這五歲的孩子要怎麼用飲水機 是 後來我就跟著她 因為飲水機在二樓 我就跟著走到二樓去看 不過媽媽真是有教 有想到這個問題 她拿了一張小椅子 小板凳擺在飲水機旁邊 然後孩子就拿過來 然後她是用冷水泡牛奶 她沒有教她用熱水泡牛奶 怕她湯到 對 所以我就想 後來我看到這一幕 我就覺得說 媽媽有家 她才不會湯到一百度 還得了 不過除了媽媽的愛 感恩有這麼多事故事 沒有的愛 就像我們的明星師姐那樣 你用文字記錄去 其實你的新版裡 也刻著她的故事 對吧 對的店舖你覺得很配合 這個收財貨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在到那個 我們那個大愛媛區做採訪的時候 我看到在那邊 在那裡叫工地的東西 那我說 今天怎麼你來上工 她告訴我說 我先生來坐了兩天就病倒了 所以我就挑起來 我來接她的班 那時候我心裡會覺得很感動 一個女人 當她受到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 先生又生病 她能夠一間把她挑起來 人命就是好命 對 還有她的勇敢 她不僅內化自己的恐懼變成力量 她更要走入人群來服務 等一下來看 她在齊山的車站 也當一位導覽的志工 不為錢 不為名 不為力 只為服務鄉親 在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齊山小火車站下 刺激志工陳小巧 正賣力地為前來參觀的年輕遊客 講解她過往的迷人風采 擔任導覽志工 是陳小巧在家業 置業之餘 另一項非常有興趣的社區服務工作 這個火車站是經過好幾次的改建 以前這裡面的 你看我們的房子又牢又固 你看它這裡面是用木板釘 然後再用一些石灰混合灰 石灰紗 石灰紗 讓你給它疊在一起 晃在一起 其實我的導覽是因慈激而起的 我當初在做乙工代證的時候 跟這邊的一些工作方面的結合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我對大愛屋的所有的點點滴滴 就是從它的動土挖 然後又從它開始招募這些 我們的原住民 還有受災的 以爸爸風災的時候的災民 就是因為這樣我們 就是師姐都一直說 你們只要把看到的知道的 你現在在做的說出來就好了 所以就慢慢的一步一步 一直這樣累積一直走 起初的時候是師姐他們在帶 後來就是慢慢的就是帶著我出來 然後就一直慢慢走出來講 然後我覺得說 跟遊客這樣一起面對面的 而且我很喜歡 因為人的那個臉孔是真的很可愛 對啊 百看不厭啊 也去上了導覽課 覺得說其實把知道的美的 分享給大家也是很好 我第一次見到他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外籍新人 我不知道他們家那麼遠 對但是他就很真正融入到 我們這個社會族群裡面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其實只要有心 哪裡的人都一樣啊 也不一定說在地的人 就一定會用心去學 那如果說有心想學 其實走到哪裡都可以走得通 你們可以在這裡照相喔 像這個齁我們可以看 這邊比較特別是我們人在這邊 可以看全個方位都看到 用熱切的心和民眾互動 儘管有著背景上的不同 但愛這塊土地的心意 卻是一樣的 就像是這一群 一早來到大愛園區內 流離工藝房的社區職工 打掃社區周圍的環境 另一次愛護家園的共襄盛舉 你還有夾子嗎 要去哪 要去撿周圍的環境 我們是自花的啦 每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如果說你的時間OK 你也可以每天起來運動的時候 順便去撿也可以 沒有特定的 之前你們撿的範圍有多大 我們大概就是從這邊到公園那邊 然後一直走下去 等下會走到西七的停車場 這是算我們工坊 我們各自分配好的 另外的工坊他們走那一半的 我們這裡面有自發自願的自公司 有大概有二三十個 我們這邊就是兩個工坊 我們會互相分開 自己合作 自己選時間 對 大家都還是很謝謝慈濟啦 說蓋這麼好的房子給我們住 所以他們也是希望說 環境可以改善是最好 所以我們就是像以前 第一次剛剛下來的前一年 是很多半路上我們都可以撿到很多 現在你看我們出來基本上都沒有 因為大家也知道了 遊客多了 大家也覺得說不美觀啦 這個是泰雅族的姑娘 她很支持我呢 我們那時候爸爸 爸爸以公代正的時候 我是正班長 她是副班長 她是我們的排王姑娘 排王族的 努力往前走 這不僅是小巧一個人的想法 也是每一個 住在慈濟山林大愛園區的居民們 共同的期盼 天晴了 陰霾的烏雲和雷雨也該散去 夠久了 生命在希望與奮起的滋養裡 得以生長和圓滿 一棵草 一點樓 天不著人一樓 一個女子來到台灣 這次生根發芽 也在這個地方 把愛撒播給更多的人 對嗎 剛才看你在 你騎山的小火車站 你做導覽 你已經比台灣人更加台灣人 比台灣人更加愛台灣了 對啊 曾經有一位遊客說我 你是大陸的 你是外籍的 你說給在地的聽 你好厲害 您這樣子又做環保又做宣導 您怎麼看待台灣這塊 原本是他鄉 但是現在變成你的故鄉了 這塊土地 因為我覺得 經過莫納克啦 我是想說 地球在受傷 然後我們的上人的理念 就是要從環保開始 親近源頭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可以做的也就這樣啦 我的力量就是 從我自己做起 可以回收的就回收 可以垃圾減少就減少 可以感動身邊的人 可以帶動身邊的人 我就盡量帶動 您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少人說啊 人有無限的可能 對不對 你一個人可以帶動 你們家的三個小孩 可以帶動你家的先生 可以帶動你們那個社區 可以帶動整個你認識的人 那個愛的聯誼啊 是無法去想像的力量會有多大 像我們兩位租座背叛 他也不知道怎麼說 背叛背叛背叛 這個人也會來 法官說他要做主座委員 聽說是他主動跟您說 他也想當委員啊 對 是的 所以他就這樣一步一步 見習培訓受政 甚至還沒有這個 入住到山林大愛媛區的時候 他已經懂得 這個故事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這個 對 的道理啊 聽說您送他幾年了 他沒多久就回關回來了 對 那時候我記得 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在山林園區 那時候先生長庭在住他 他如果這麼小 我也知道他很無錢 可是他拿那兩個主動 我心裡非常的掙扎 非常的糾纏 收是不收啊 對 聽說您 你如果女兒看了電視 看了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有在看大愛台 然後看那個我們師兄 他們有去非洲 看那個非洲的孩子 都躺在那邊啊 瘦骨的啊 然後都沒有就醫 沒有醫生 然後我小孩子說好可憐喔 他拿到獎協金的時候 就當場就講 那個師兄有在問 你感覺要幹什麼啊 他說 我要拿去給非洲的小孩子 蓋醫院請醫生 他說他們很可憐喔 都很瘦很黑 所以我也去還小孩子的原因 我覺得 小種子要給他留起來 讓他可以花芽 教育真的很重要 這個父母是孩子的魔啦 當小巧思姐進來慈濟 接受慈濟的熏陶 他自起改變了 孩子看到媽媽的這樣的付出 也啟發了慈悲跟智慧 而且他的先生啊 也不一樣喔 先生有話要對他 水母的講 有時候 有時候我以前是很有個性的男人耶 都被他磨掉了啦 那個四四角角這個角啊 都被他磨掉了啦 反正可能是 扶其言吧 就反正兩個人互相抵觸 你的個性合我 我的個性合你 對 不錯啊 對不對 那像他現在就是 呃 除了工作也外 有時候要 可能去幫忙當志工嗎 不會 不會反對啊 因為他沒有工作 就當志工也不所謂啊 啊如果有工作 就工作也沒有 就當志工也 也是幫忙說 不小小回歸一下慈濟啊 因為曾經幫忙很多 所以我也不反對他啦 幫志工做什麼 做什麼 我也不反對 還有事情的話 就去辦你的事 他沒事看你要做什麼 你就去做什麼 這樣子啦 謝謝他啊 我愛他 我如果沒聽錯 師兄 您的先生最後 是講說他愛你耶 對啊 這樣喔 他帶你十一年 也跟你說過嗎 有 我第一次說 這樣就有 那你們什麼話要對他說 老公我也很愛你耶 你要把身體照顧好一點 可以幫我股孩子 我就可以賺錢 做慈濟 對 對 世間在說在他每天來 還有人拚經濟也做主席 兩個親像媽媽 親像阿姨 這樣一樓伯伴 我們節目要結束了 我們明星師姐 有誰要祝福嗎 要祝福嗎 要祝福嗎 當小小他生命上 遇到那麼大挫折和困難的時候 實際忍著肩膀讓他靠 嗯 但是我也希望說 他現在已經受症了 他也希望 也希望他成為一個肩膀讓 有苦難忍靠的人 嘿嘿嘿嘿 以前受人家幫助 現在要幫助別人 愛要傳出去 好 我們家母子呢 對 我要跟小條叮嚀的是 因為我們上人都說 父母是孩子的模範 所以 因為原住民生性都比較樂觀 比較開朗 而且生活比較隨性 所以我要跟他講說 孩子現在很小孩 很單純 很好教 你給他圓的 他變圓的 給他慌了 他就慌了 所以我剛才講說 生活教育 跟品德教育 要教好 我們當這個來幫忙 當這個來幫忙 當這個來幫忙 對 我們一定會 都會一直 要說給你 嫁妝的兒子娶媳婦 都要來給你請 好 您自己也有話要發心力願 我希望說我 以後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做慈濟 來回饋我所得到的 也可以去幫助像我一樣的 所以要感恩明星師姐 還有他家師兄 莊金楊師兄 阿媽媽 沒辦法幫你背叛 當然感恩我們的雞婆 你看她就親像媽媽一樣 細細的叮嚀 不是說自己讚嘆而已 所以你看 十年修得同傳度 百年修得共枕綿 兩個地方的男女結為夫妻 除了要祝福我們的小巧的先生 潘師兄身體越來越健康之外 也希望更多的人 一起來做慈濟 讓我們這個人心更進化 社會更祥和 天下無災無難 恭喜你喔 雖然因獲得福 但是相信你 也會知福惜福再造福 加油加油加油 好不好 你們學業進步 學家都平安 感恩三位 祝福你們 謝謝 感恩